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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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早晨 回到第三节的大香港早晨 回到第三节的大香港早晨 那我们今一节 就讲一下 也可能是跟国际线有关的 新闻的 也是的 是啊 就讲一下 香港惯用广东话的人口 跌至回归以来最低 这样 惯用语言 是啊 惯用 不是认识广东话的人都笑了 是这样说的 根据统计处的数字 显示 近十年 香港讲广东话的人口比例 持续下跌 创回归以来的新低 这样 接着我们看看表 这样 香港 讲广东话的人数 现在叫做能够讲广东话的人 就是93.7% 惯用广东话 就是以广东话作为母语 就是88.2% 这样 嗯 那 就说 根据这个 2021年的人口普查 这样 就在717.95岁以上的人口之中 五岁以下 不知道他 我想可能不算他懂得说话 这样 就说 632.8万人 是以广东话为惯用语言 这样 比例呢 就下跌了80 下跌去到88.2% 这样 比2016年呢 就少了0.7% 的百分比 这样 而能够讲广东话的人口呢 亦都跌到53.7% 那两个比例呢 都是1996年至今最低的 这样 嗯 跟着呢 就说呢 使用英语呢 和普通话的人口持续增加 分别有4.6和2.3 我惊讶又多了 惯用英语的语言 还是可能纯粹是 因为少了 广东话的人口 所以分别增加了 呃 可能两样都有 那 因为呢 可能有些是 因为那些 老母很喜欢等那些小孩去国际学校的嘛 是 跟着又是 是啊 又搞到那些小孩呢 就只是说英文那样的嘛 就是好像我跟我小孩说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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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会令到他们说英文 那所以就 就是你 就是我相信呢 是因为香港还有很多 老一批的有钱人 就会对小孩去说英文多 还有 是 就是例如我们国际学校 我们全部 那些同学的 惯用语言都是英文的了 是啊 是啊 那这样 跟着语言之后 所以多了人说英文 也都可能是因为呢 有多了的家人呢 是打算是去打国际事业 那如果你是打算去打国际线 那你当然是把那些小孩去国际学校的 是 就是譬如我之前有个朋友移民了去打国际线 那他之前那些小孩 幼稚园都是去读国际学校的 是 是 然后他就从幼稚园开始 就已经讲了那些很深的英文 那样 他那些惯用语言 就可能会是英文 我也是 而且现在香港多了很多国际学校 是啊 因为 国际学校这一行流行的嘛 多到呢 我是不知道原来有些原本 已经很古旧的 在香港很久的国际学校 我也不知道原来开了这么多分校 然后那天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 因为我弟弟 他是合资格做幼稚园的班主任 就是他小学的话 他就只可以做TA 是 那接着 他就说有间 我妈跟我说 他有一间国际学校 给他第二个学校 这样 接着就说在将军奥 这样 接着我说应该不会很多 接着我妈就说 不知道哪一间 接着我应该不会很多 接着我一个google search 说是这么多 是啊 就是很多 现在国际学校 就是开到去 就是听都没听过 就是因为以前 以前我到国际学校的时候 那就是 来来去去 都是那十间八间而已 就是因为国际学校那些人 因为那个圈子比较小 国际学校的圈子 都是在九龙堂那处的 不是 港岛、新界都有 但是因为国际学校的圈子 其实就不是很大 因为国际学校会 hang out with 其他国际学校的人 但是就很少会 hang out with local school 的人 是 所以其实是基本上 就是你每间国际学校 都会有朋友 但是 现在是多多 我超多的听都没听过 国际学校的 所以 我想 都多了 真的多了很多 小朋友是多国际学校 那么 这个惯用语言 就会很自然地变成 是啊 就是譬如前几年 香港都有新开国际学校的 很多 就是多到 不是新闻看到 新开的 原来都有这么多的 是啊 我还看到有很神奇 又是行新加坡学制的 国际学校 嗯 嗯 然后我是 那么有趣 可能新加坡那边 可能 想着 那些小孩 以后做事啊 那样会好些 不知道 超奇怪 然后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我以前那间国际学校 都开了分校的 是 还有你国际学校 你香港人那么喜欢国际学校 还有你现在很多大陆人来读 我都是 你那个年代是不会有大陆人来读 国际学校的 都是 现在会有啊 现在很多 有些大陆人就是 香港人都会 住深圳 然后就国际学校 啊 就是朝早过境 是啊 是啊 其实如果你很有钱 其实这样做是值得的 都是 是啊 你就是朝早过境 然后去新界那边的国际学校 那边读 哦 现在还可以去港岛那边 因为那个东铁线 穿过海 然后 我看到有新闻在那里说 方便 一些居 居住在深圳的人 可以去 港岛那边消费 和生活 可以有一个港岛的生活圈 哈哈哈 但是住在深圳 好啊好啊好啊 最好送到他们 我希望那条火车继续延长去赤柱 去南区 去香港仔 送他们进去 给那些鬼都见识一下 哈哈哈 这个就是 这是中国人的地方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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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所以 嗯 多了人说英文 都可能 都算不合理的 普通话 那些 都是啦 都多了啦 是啊 英文加广东西 现在是匪语加广东西 不是 现在 还有匪语加英文 对 匪语加英文 现在国际学校都是 如果上中文课 都全部是教匪语 和 寻残体字 我小时候的那个年代不是的 就是我小时候读书的那个年代 就是 那个 老师 他是讲普通话 他是讲比喻的 但是 就是他会教你 你是可以有选择写 是缠体字 还是 繁体字 但是 现在就好像全部 都是全体 都是做缠体字 国际学校 是啊 我那些同学 那些读国际学校 那些都是 已经是学 普通话 再加简体字 是啊 是啊 因为他们说都会懂得看 因为平时会出街 是啊 但是 学校就一定是教简体 加普通话 因为他们会有些是 是 是外国人来的 是 是 其实是少外国人读中文的 国际学校 是啊 通常他们就是 你那家是 德国什么国际学校 就是读德文 那些 还有你有其他外语的 就是你都要选多一个外语 但是你是可以选其他外语 通常鬼那些都不会选中文 中文那些都是我们这些 华人选 觉得自己容易考到那个课 所以才选中文 中学小学的时候 大家都是为考试阅读书 哈哈 是啊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理由 纯粹是请大陆老师回来 是啊 是啊 还有那些鬼那些 迟早都会走的 也是 虽然 虽然 那个孩子在一个地方 大完之后 是不会讲那个地方的话 这件事本身很奇怪 但是 嗯 我的同学 大部分 都不懂 讲那个话 没有啊 那些鬼那些是 由心底里面歧视的 他觉得没有需要 哈哈 就是 他的感觉就好像 等于 觉得自己去了南非那里 做高级白人 不需要懂得讲那些话 他们可以叫到食物的 但是 不会懂得讲其他东西 就是懂得去麦当劳 叫食物 我去其他地方旅行 都懂得叫食物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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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多学懂得听粗口的 哈哈哈哈 就是最基本 是的 但是其他就不懂 是啊 那 所以就 就是会使用英文和普通话的人口增加 用普通话的人口增加 就当然了 大家都明白 我觉得没需要解释 对不对 我觉得反而是用英文的人 比起用普通话的人 多了 这件事反而是比较惊奇的 这个是驚奇的 其实 其實這兩年都走了很多外國人 很多外國人 講英語的白人 都是因為這些防疫措施 那些公司都收走他們 都回收他們回自己的國家 是啊 可能因為這個調查是2021的 所以可能有些是今年 或者在那個調查之後走了那些就不算了 這樣也是 是啊 所以用英文人口多一些 比普通話更多 還有我覺得大陸人下來 可能那些小孩都會去國際校學英文 也是的 有錢的大陸人 因為現在多了很多 大陸人 我小孩住的那間國際學校 都是說很多學生都是大陸人 是啊 大陸人那些年輕人全部都講英文的 你會發覺 是啊 大陸人那些小孩有錢的那些 都全部都去國際學校 所以都是講英文的 是啊 還有 有時候大陸人下來 他們很有心機 他們這些小孩就不會講普通話了 說真的 根據我看到那些比較有心的那些 比較有心的那些 山上那些讀普通的地方學校的那些 全部繼續講普通話 還會令到其他香港學生都遷就他們一起講普通話 是啊 就是乘火車超多的 是啊 但是那些高級大陸人呢 那些小孩是不講普通話的 那些小孩就講英文 是 會學完廣東話 在家裡他們不講普通話 是因為他們高級的 高級大陸人 是啊 就是大陸人都會有個分辨 高級的那些就已經是 誒 全部都會說英文的那些小孩 他們會歧視自己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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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他們不同的 香港人都是一向歧視自己人 香港人都會好像經常都覺得 香港的父母都經常覺得好像講英文高級一點 那些 你不喝不喝 不吐吐 那些 哈哈哈 那些 Habby Rock 都洗了手 哈哈哈 不斷跟小孩講一些錯的英文的嘛 哎 Do you want red color 我 green color 哈哈哈 Do you want orange juice juice juice啊 哈哈哈 那些錯了那些英文 香港人 一向都很歧視自己的語言 是啊 都是崇尚外語的 是啊 這個部分都很中國人 是近十年八年 大家才突然之間守護粵語而已 是啊 小時候哪有的 是啊 小時候最好你就不要講廣東話 最好你就講英文 我在學校都不可以講廣東話的 是啊 小時候我以前讀名校 不是國際學校讀名校 但是國際學校沒有限制我小時候不准講廣東話 因為國際學校不可以歧視 哈哈哈 香港的學校就可以了 但是他沒有限制我平時一定要講廣東話 一定要講英文 但是我小時候讀的名校就 你小時候都不可以講廣東話的 就是如果老師抓到就罰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我們只能夠靜靜地講廣東話 這些就是好像以前那些 美國那些會限制你一定要講英文那些 哦 就是我們之前節目講過加拿大那些 那些給本地的美洲人 有同伴 是啊是啊 那些集中營那樣 是啊是啊 逼你一定要講英文 哈哈 那時候 小時候讀名校的超文 逼你一定要講英文 是啊是啊 就是聊天都一定 只能講英文 聽不懂 是啊是啊 然後近十年八年 大家突然搜匯粵語 所以現在讀國際學校的小孩才會講廣東話 哈哈哈 以前那些不懂的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那些國際學校的那些人 他們是直接說 哦我講廣東話不好 你有沒有見過 你媽媽明明就英文很差 然後你講廣東話有這麼重口音嗎 我練過 我以前國際學校 但是也很誇張 我有老師 他是加拿大班來的 但是他是華人來的 他是假裝不懂廣東話的 啊 但是跟著 但是有一次 因為跟我們 那個老師都是受欺凌的老師來的 但是我們就很nice 我們有幾個同學就很nice 就是知道他很喜歡喝茶 差不多畢業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好吧我們跟你去喝茶吧 他明明就懂得廣東話 去到喝茶 就是有口音 他會叫點心的 他也會叫姐姐過來 那個 那個 然後那些鹹水果要剪 那些他全部都會說 他裝什麼呢 但是在學校是裝聽都裝不懂聽 啊 所以是不 不 大家都是不 不珍惜廣東話 是不是很怕怕 平時很懂得聽的原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猜到 怎會不會不懂聽呢 因為他連英文名 都是中文拼音來的 就是他 就是英文拼音 他是英文 就是他是在加拿大回來 但是他的英文名 不是 他的英文名是中文拼音來的 然後就是經常不斷 他叫阿兵 就是B-I-N-G 兵 他的英文名 哦 那麼有趣 是啊 但是他從加拿大回來的 一直都裝不懂說廣東話 但是 連自己華人都看不起自己的語言 這麼說什麼 真的到了過去的十年 開始 開始叫做好像有外族入侵那樣 有其他文化的衝擊的時候 才忽然之間 哦不行 我們要好好保護粵語 是啊 我們要保護正體制 保護廣東話 但是那些保護的又是不學無術的人 是啊 然後可以有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什麼廣東話拼音字 這些人都很賤 是啊 比簡體字更離譜 發神經 接著開始就不知道 去到一個離譜的地步 所謂的保衛廣東話 保衛粵語 是啊 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以下降來說 比我想像中下降得少了 還有我覺得有很大部分的原因 就是其實那些人走了去打國際線 所以在英國那個 應該慣用於廣東話慣用語言的比例 就會升了 所以香港講廣東話的人為什麼笑了 因為那些人移了文 我很想看 我現在很想看英國有沒有做這些同計 我們應該派Joey巴去訪問一下 要找一下這些統計 有沒有做那些慣用語言統計 會不會多了很多講廣東話的人 應該會 哈哈哈哈 因為會在唐人街那邊 你可以 應該我們 看看Joey巴有不有空 去曼城那個唐人街那邊 周圍問一下那些華人 問一下他的慣用語言是什麼 是啊 做一個問卷調查 訪問一百個人 然後你訪問 一百個都是講廣東話 為什麼 全部都是剛剛去香港去的 Fresh off the boat Fresh off the boat 然後 因為不是講廣東話 周圍問一下就把他吵走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訪問到那些人 全部都是講廣東話 一百個都是講廣東話 哈哈哈哈 是的 都不少的 是的 數量值得很多 這樣 然後他有講到說 另外除了是 就是 剛才說過的數字之外 然後他說 菲律賓話和印尼話的人 都有上升 即是多了一些 多了外用 哈哈 就是大家請多了工人 是啊 可能因為有錢的人多了 所以請多了工人 但是他說 慣用其他中國謊言的人口 就大幅下跌 是啊 因為那些人下來之後 因為大陸下來的那些年紀都大 哈哈 即是說謊言那些 是啊 還有你香港 香港舊史都有人講其他話的嘛 即是客家話 那些 是啊 那些 上海話那些很多年前 是啊 那些人都 都老了 都走了 他們的小孩也不會講那些話 是啊 是啊 你有很多人家裡 都有家人可能會講 就是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就會在家裡 什麼爺爺 媽媽就講潮州話 然後又聽不明白 柯家話 上海話可能少一些 上海以前年代 以前那個年代很多 再上一代 我媽媽就是上海人 是啊 就是那個群族 是啊 都是南海時代 可能大約進是文革 是啊 那個年代很多人 是啊 是啊 但是問題是那些人現在可能講一百歲的嘛 我媽媽都走了 有沒有見過我媽媽 是啊 所以那些就比較少那些 是啊 然後 還有我覺得也都 剛剛這兩年 都很多 那些所謂新移民 或者說謊言那些 其實很多都回到大陸去避疫 避開 因為香港很危險 我也是啊 都會啊 都會啊 這樣 那他們現在就回不來 然後又回到大陸 哈哈哈 就統計不了他們了 現在新移民沒有以前那麼混雜 就是以前複雜 就是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方言來到 啊 新移民主要是 懂得講普通話 哦 是啊 他們就變成全部都是講普通話 人人同鄉同鄉的下來 是的 這樣的情況多了 所以那些其他 中國方言就少了 是啊 是啊 那還有 因為大陸本身講普通話的人 都多了 所以他下來的人 都是講普通話的人 會佔的比例高了 嗯 是啊 所以現在就看到 哎 那個數字 那個變化就是這樣 不過比我想像之中 其實那個跌幅就不是 比我想像中少的 這樣 但是都是 能夠說英語 跟普通話的人比例上升 哦 能夠說普通話的人比例上升 就很合理 因為你學校 是啊 因為你如果跟01年比起 當然是大幅上升 哈哈 01年我們開始學普通話 沒有 01年 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2000年 01年開始學普通話 我記得我是中一 二 那個年 好像是我小三、四 開始學普通話 我是中一、二學 是 我是小三、四的時候 開始全部人都要學普通話 啊 那次是這樣的 差不多 然後我們是 所以全部人都是用同一本書 不同年級也好 哈哈 大家都剛剛開始 大家剛剛開始 是由波波波科開始學起 哪有教波波波科的 波波波波科不是台灣學的嗎 大陸那些是教拼音的 英文字拼音 然後有 英文字拼音就是B P 什麼F 這樣咯 那就是波波波波波 B B B P M F 波波波波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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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沒有 我每次上普通話課 口很痛 因為 因為 肌肉又不習慣 然後上課就經常在波波波波波 接著就跟你說波波波是不同的 這樣 接著就有一些 G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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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條理打結》 習慣了說普通話就用那些音 你說英文的時候用那些音 英文的時候又用普通話口音 很奇怪 那次也很吃力 但現在當然因為有很多中文就是用普通話 所以懂普通話的人一定多了 就是年輕一代就一定要學 舊一代 就是可能我爸爸那一代就不用學 然後我爸爸那些 我爸爸明明已經有跟大陸人做生意了 他現在住在大陸 但我小時候他的普通話衰到 有人打電話來 我想是生意的打電話來 搞死啊! 然後搞死啊! 然後你發覺普通話其實懂得這麼多也夠用的了 也不用再懂得多一點 我小時候是覺得說什麼少少什麼普通話 也是啊! 類似是這樣的 等於我在美國 對著我的大陸同學有時候講普通話的時候 我盡量講得差的 我盡全力講得差一點 盡量講廣東一點 好像MIRROR一樣 不是,因為我聽到大陸人講話的話 因為我拌不回他的口音 然後我的普通話就會變得很差 但是如果跟台灣人跟我講話 因為我拌得回那個口音 所以如果講國語的話我可以講到 但是如果是跟大陸人聊天的時候 我就會拌不回那個國語 那個普通話出來 哦! 這樣子 不知道 我都是講廣東話再溝通話 我盡量逼到他們懂得聽廣東話的嘛 我對著大陸人 是不是? 我拼到大陸的同學 基本上我都是廣東話混講普通話 所以你就是一個真正保存粵語 保護粵語的人 是啊 是啊 我導致他懂得聽廣東話 是啊 我連在美國 我都可以導致大的學生會講廣東話 是啊 是啊 我的大陸同學是會說 是啊 他開始懂得聽 是啊 因為我講過 我常講話講通話 然後她便學識了 是啊 我們是逼使他懂得聽 然後... 我硬逼他说不行 我只是跟你讲广东话 然后我说我最多讲慢点 是啊 一边讲一边做动作 是啊 然后就是吃饭 然后就是猜 然后就猜猜到纵违 我就说是是是是是是 后来是冲进了你的手语 哈哈哈哈 学了什么手语 我都说不吃 所以你这些就是真正保卫广东话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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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到他们识为止 还有你会发觉逼不客气 原来他们都识的 是 是不是? 我觉得 因为都是咩咩的 是啊 都是咩咩的 只不过可能香港人说的口语会不明白 是啊 你基本上你一开始教识了是和不是 然后后面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是不是处理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所以很容易逼到他们识 但是 香港现在反而不是 香港现在是变了一些 那些香港人就那些大陆人嘛 是啊 你就是那个不就大陆人的人 但是现在我经常在街上看到那些学生 可能是两个是大陆人来的 另外四个是香港人来的 但是都会全部就那两个大陆人 然后讲普通话 廢了 然后 因为我就是看到可能刚刚刚走开了的时候 然后我就看到那四个学生是讲广东话的通计 然后但是 然后又再集在一起那六个一起的时候就变了讲普通话 差点了 又或者这样的 可能他们有阴谋 想令到他们大了都不会讲广东话 哦 哦 都 都容易一些的 你懂得讲广东话 不懂得讲广东话 你找东西做的时候就会很困难 就是完全不懂那些 哦 是啊 有些是讲得不好 就是譬如我以前教的那间新界有一间中学 他是深圳人这样 那他就是平时 他他惯用讲普通话 但是他都会讲广东话 哦 是啊 但是香港应该很少人纯粹只会讲普通话 如果你只会讲普通话那些 你毕业你找不到工作 除非你很有钱 很有钱的人 你讲什么话都没影响 对不对 还有很有钱最重要是你英文没有 那个就不惯他的语言事 是啊 很有钱你不用上班 对不对 然后 是啊 所以就会是这样 就是看看 你出来的时候 他自然会逼到你会讲广东话 是啊 你不讲广东话 你听不到是非 说不到是非 对一间公司的问题 对一间公司的问题 又不讲公司的问题 真的很难搞 而且你讲普通话 就是你学生学普通话没问题 你识多了 你识多一种话没问题 但是你识少一种话 你就出来做事实体了 就是这样 我聘用人的那种要求是 识英文识普通话 然后你只识英文和识普通话 那托吗 我要识那个人识讲三样语言 对不对 就是等于我 就是有个 就是以前的招聘广告 不用识普通话 我需要略懂英语 全家产 我略懂英语 我不是只识英语 只是略懂英语 然后其他什么都不懂 就是你去见公司的甜品方式 什么 我都没停了 已经不想理你了 对不对 我需要人识英语 识普通话 谁知道你不懂识广东话 这个都是到 right this moment 但是到了 以后 就是你不知道 未来的世界是怎样的 就是分分钟可能 以后真的不需要识广东话 是啊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从大格局来到讲 都是从小开始迫他们 讲广东话好些 那当然 我连之前去国座学校代科 对着那些讲英语的小孩 我都跟他们讲广东话 哈哈哈 但是那些小孩可能真的不懂中文 不是 他懂的 那些贵仔那些 不是的 他全部都是香港人 我真的不是贵仔 不是贵仔 只不过他们上课是讲英语 那些国座学校 嗯 我理得他 是啊 这种物就是广东话的自信 广东话要有自信 就是Be like 譚仔 就是Be like 譚仔 他又问我为什么不讲英语 我说 你会讲广东话 那就可以了 我英语不好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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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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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那么有霸气 而且聰明的大陆人 也会懂广东话 是啊 很多排位 聰明的大陆人 就算在大陆住的人 都会懂广东话 就是在深圳附近的人 你如果聰明的 你当然会懂更多 好过少年的 你那些差的大陆人 才不会懂广东话 但是能够说广东话的人 也会少了 是呀,香港是差的,即是差的人多了 那些讀學校不懂說廣東話的人,我都覺得他差的 都很不合理的,你在一個地方住十幾年,你不懂說廣東話 很奇怪的嘛 我真的有很多廣東話都不懂說廣東話 廢了,廢了 是啊,即是將目光移去,又移過去新加坡 因為你香港的Official Language都有英文的 他們是沒有需要學的 他也是廢了 不容有一個世界 他住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 那他也是廢 我住的地方就不需要懂英文,我在香港住 他也是 世界是野嘛 我住的地方就不需要懂英文 我住的地方就不需要懂普通話 我都是覺得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以前那個年代的思想就是覺得 英文是個人一等的 所以根本說英文的人就不覺得需要懂中文 是啊 是啊 現在就不同了 最後大家就腳踢 沒有,大家就像譚仔 好好保護粵語 是啊,自自信信來說出來 不要太萎縮 我只懂廣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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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就像譚仔那樣對著大陸人 射到只說廣東話 是啊 搞回去轉手 是啊 沒有問題 還有其實大陸人不是這麼抗拒 你說廣東話 是香港人抗拒 我都不明白 大陸人有些會 我以前 因為我飛機上面的牌 是會寫你的語言是什麼 他會只寫一個語言 就是你一個亞洲語言 我那個上面寫了粵語 然後 我是試過被大陸人罵 為什麼中國人不說普通話 我試過有日本同事被大陸人罵 為什麼中國人不說普通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沒有文化來講 真的 為什麼好地地說什麼英文 為什麼不說普通話 嗯 是有什麼 那你那些是客人 那些客人就是是的 我對著那些不是客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我經常在那裡認 尤其是那些一兩個單字那些 他很快就聽完 噢 很快就聽到 就是那些可以了 那些聽得懂 那些一定聽得懂 他聽不懂 他聽到語氣也聽得懂 閃開了 哈哈哈哈 然後再聽幾次他就學會了 是啊 然後你逼一下逼一下 他就學會了很多 哈哈哈哈 是啊 就是真的有自信 那個自信就是 你看回那些法國人 那些法國人都是 他懂英文都不能跟你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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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成為法國人 哈哈 好像霸黎人 是啊 他可能是想要逼一下逼一下 你聽得懂 是啊 他就是這樣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啊 我們都Be like法國人 是啊 但是我希望他們可以不要整天含著淡水說話 我真的聽不懂 哈哈哈哈 哈哈 是啊 就是這樣 我也覺得 這個也挺有指標性的 我覺得這個統計 沒錯 這樣 大家也努力了 嗯嗯嗯 不過我覺得 接下來大家會看到 在英國的唐人街 說廣東話的人多了很多 我們打那些唐人街回來了 是 厲害啊 是啊 這些真國際線 攻陷 攻陷人家的國家 哈哈哈 厲害厲害 然後又輪到英國人生氣了 是啊 沒錯 就是這樣 好我們休息一會兒